南天神找吴沟遭到内奸出卖 惨死在端木齐的手上 秦百川为了替吴沟报仇 是要找出七星楼的内奸 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好兄弟乔春甫 乔春甫派出心腹林邦 来到楚江南的家中探查 发现楚江南的妻子养着两只奇特的鸽子 名字叫做西域一点红 林邦表示他的二叔患有风湿 若是以西域一点红入药 必能要到病除免受折磨 希望楚江南能够忍痛割暗 林大哥 我去将这对鸽子送给你 楚江南要将两只鸽子送给林邦 楚江南的妻子慕秋双文言 脸色却是变得不大好看 林邦见自己的目的达到 声称第二天再过来拿鸽子 随即告辞离去回到了七星楼 将两只鸽子的事情禀报给了秦百川 他解释这种鸽子其实叫做天主火鸽 能日非千里不惧寒暑 乃是一种从来不会出错的性格 额图 林邦说得对 为了保障两万多名忠信于七星楼的人 这个内奸 乔春府三人一致认定 楚江南是内奸的可能性极大 与此同时 穆秋双因为鸽子的事情彻夜难眠 他养了两只鸽子几个月 不希望他们就这样被人吃掉 楚江南见妻子如此伤心 拿着鸽子来到一片树林 决定偷偷将鸽子放掉 而这一幕 恰恰被秦百川三人看在眼里 林邦在秦百川的事宜下 抓住了楚江南放走的鸽子 在鸽子腿上发现了秘性 乔春府一到七星楼 务必死接杀之 如今证据确凿 秦百川也不得不相信 楚江南就是七星楼的内奸 于是秦百川次日找到了楚江南 要楚江南不管用什么手段 一定要杀了端木齐 楚江南虽然感到有些诧异 可还是乖乖的领命离去 楼主 天天堂的杀手已经准备好了 楚江南必死无疑 楚江南离开七星楼前 从怀里拿出了一封信 主妇手下一定要交给林邦 划分两头 林邦找到了木秋双 说出秦百川怀疑楚江南是内奸 此次任务就是派他去送死 木秋双担心楚江南的安危 立刻动身追赶起了楚江南 再看秦百川和乔春府 遇见了楚江南的手下 拿到了楚江南写给林邦的信 这才得知 两只天竹火鸽是木秋双所养 而楚江南之所以放走两只鸽子 是因为林邦向他出言讨厌 可能是个圈套 可能往错怪了江南 如果不是楚江南 内奸会是谁呢 派人把林邦找回来 即可调查木秋双 秦百川怀疑木秋双有问题 连忙出发来到楚江南的家中 发现木秋双果然消失不见 而此时的木秋双 追着楚江南来到了海边 却发现林邦早就恭候多时 林邦见木秋双势单力薄 毫不避讳说出了他的阴谋 是他在故意栽赃陷害楚江南 色胆包天的林邦不仅陷害了楚江南 竟然还对木秋双动了邪念 将木秋双压在身下打起了扑克 木秋双嘴里叫着楚江南的名字 楚江南也真的出现在了一旁 他的眼神散发出冰冷杀鸡 猛地冲到林邦的身前 杀死林邦的同时连木秋双也没有放过 事后楚江南继续出发前往九色棋 在一家茶棚遇见了木秋双的父亲 这间茶棚正是他开的 面对这个乱赌诚信的老岳父 楚江南对他十分不耐烦 他刚喝完一碗酒水 万黑棋便出现在楚江南的面前 说出他是奉断木棋的命令 请楚江南去九色棋走一趟 这酒的味道怎么样 酒有毒 你问你岳父大人就知道了 不 我是他 好 好 好